现场扑面而来的一股血腥味 一家四口无一身怀 嗨大家好我是Pakio 我们的国产悬疑系列实在是太受欢迎了 每天都给无数粉丝催根 能不能再多讲一些有关法医的案件 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反场 我的骨头会唠嗑 这本书里面另一个非常凶残让我唏嘘的案件 被乔牙医灭门案 好那么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讲故事 那我的骨头会唠嗑 它其实是由两个法医的亲身经历 所改写成的一个法医纪实 一个法医是叫做廖小刀 一个法医是叫做刘八百 今天我们讲这个故事 还是刘八百这一册里面的 那么话说 其实老一辈的法医 他们都有一个喝酒的习惯 就出完现场 会用白酒来冲冲手杀军 顺便再来两口压压惊 刘八百的师父 人称于法医也是一个神人 那么同时就说 于法医本来是个非常喜欢喝酒的法医 可是自从某年某月的一个案子之后 他就再也不敢碰酒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那个 让于法医再也不敢碰酒的汉子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1999年 故事发生在1999年的腊月 这一天天气非常的冷 有一个小伙子呢 他正在赶路 路过姑父家的时候呢 他就想去借一张自行车 他的姑父就是当地有名的 一个牙医叫做何力斌 那么他姑父家的门口 小月还挂了一个牌子 叫做北桥牙科 他呢一推门进去 就看到院子里呢 一路都滴着血 这时候小伙还没反应过来 他还笑着打去 朝里面的屋子喊 姑父你给别人扒牙 怎么把地上的血给擦一擦 谁知道他刚往里面走 整个人就瘫倒在地上 立刻连滚带爬的跑去报警 那警察警警之后 很快就来到了现场 负责这个案件呢 正是刘八百的师傅于法医 现场扑面而来的一股血腥味 何力斌一家四口 被人灭门了 全都倒在血泊当中 于法医先生来到客厅 客厅很乱 沙发垫散落遗地 墙上地上镜子上 到处都是喷溅血迹 客厅中间有一床血染的棉被 隐约凸起一个人形 于法医小心的拎起棉被一脚 底下露出一个身性魁梧的男人 仰面躺在地上 怒目怨真 他的周围都是血 这个人呢 就是这里的男主任何力斌 从客厅再往里面走 就是一个卧室 卧室里呢 横躺着两具平行的尸体 一具呢 是何力斌的妻子 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女主人的脸被砍得稀烂 旁边躺着他身穿校服的儿子 少年的脖子这里 被砍出了大雪呼噜 现场惨不忍睹 在另一边的小卧室里面呢 躺着一个女孩 女孩才都初一 也穿着校服 女孩的阵脑门被劈开 可以清晰看到暴露出的脑组织 整个屋子都是显 一家四口 无一生还 现场让人窒息 所有人陷入一种正儿欲聋的沉默 到底是有什么深仇打狠 下手可以那么狠 凶手究竟是何人 那么早些年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解剖式的 停尸间的灯光呢 又很昏暗 所以老一辈的法医 都已经习惯在现场 和野外进行解剖 那么这一天呢 蜡晕啊 天寒地冻的 室外的温度 已经降到零下了 那余法医总算是 进行缝合的步骤了 结束时 他想把左手拿开 却发现左手被紧紧的拽住了 余他抬起手 发现自己左手的食指 和女孩腹部的皮肤 缝在了一起 这不是一个法医该犯的错呀 后来余法医就跟作者 刘爸爸说 整个过程当中 他竟然没有丝毫地 感觉到疼痛 可能是天寒地冻 实在是太冷 头点失眠了 夜里起床喝了半瓶酒 可能又是 又冷又黑的缘故 没在意就缝上 余爸爸听着师傅这么讲啊 心想 可能是当时这个案件 给余法医造成的冲击 实在是太大 后来余法医就拆了线 他握住那只苍白的小手 盯着女孩稚嫩地 刚刚拼凑起来的脸 看了半天 然后他嘟囊了嘴说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从这一次之后 他就再也不喝酒了 这个案件 屋子里被翻得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喷溅的血系 照理说 应该会有很多 有价值的线索 但奇怪的是 现场根本就没有提取到 一枚嫌疑人的指纹 而现场的脚印呢 就是大多是不清晰的 稍微难看清楚的话 我闻的只有13枚 它们分布在 河家藤屋的13枚地砖上 除此之外 还在门外的一个污水桶里呢 发现了一个木杆子 在院子的墙上 发现了翻动过的痕迹 通过死者 喂里的食物残杂来翻新 死亡时间 是在这个小伙子 发现现场 前一天的 晚上8点到12点 那么警察就去盘问 周围的邻居 在这个时间段 有没有听到 什么奇怪的声响 那邻居就说呀 他们这一家 本来就是干牙医的 每天都会传出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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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响 就是这个河立冰啊 在打磨这个牙具 所以邻居的早就就是习惯了 当天晚上 当然也是有这个声音的 于是警察推断 也许就是在那一天 嘎嘎吱吱吱吱这些声音当中 这一家的四个人 陆续被杀害 那么侦察人员 根据第一轮探测的结果 进行了复盘 首先两名女性死者 没有遭到的性侵 而且现场如此混乱 显然是在翻找些什么东西 所以可以理解为 她不是涂色 而是涂财或者是复仇 其二 凶手一口气杀了四个人 杀完之后 还能再翻越两米多的高墙逃出 另外再根据这个现场的 这个血脚印的大小来衡量 这个凶手至少是非常有力气的 一米七五左右的轻壮年 其三 这个凶手杀完之后 四处翻找财物 还能冲刷部分现场 说明她的心理素质呢 非常过硬 有可能有千颗 其次 现场发现的男主人 用过的扳手 很有可能是用这个扳手 和这个凶手 进行了搏斗 所以凶手也许也可能 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伤了 那这个时候 就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有人就认为 现场与两种花纹 不一样的脚印 就是一共13枚脚印 但是这13枚脚印的 花纹是不同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 至少是有两个同伙 是两个人一起办案的 但是这个时候 语法医学认为 一个人也可以完成这个案件 虽然现场有13枚脚印 但是基本是左脚一种 右脚一种 长度呢 基本一致 现场还发现了凶手带的 那种凸线手套 这是为什么 现场没有发现 嫌疑人的指纹 很快 警察就根据 列出的所有的线索和特征呢 去进行了排查 首先先去 附近大大小小 所有的医院进行排查 有没有受过伤的 一米七五左右的 青壮点男子 其次呢 又去附近 所有大大小小的鞋垫 去排查 有没有质量上 留下这种花纹的鞋子 在四个多月的时间 排查了近 两万名左右的 成年男子 但是一无所获 就在大家 垂头丧气的时候 突然一个线索冒了头 大家还记得 那个像伏饼的 那个木头棍子吗 后来被查知道 这个木棍 它的确就是一个伏饼 有痕迹技术员 辗转找到了林业专家 通过分析啊 得知这只节木棍 是来自一棵 五岁的四槐树的主干 这种树呢 主要长在严谨地区 而在凶岸附近 不远处 就有一个 这样的树生长的地区 所以大家就在 那个地区附近 挨家挨户的排坊当中 发现 一户人家很可疑 每次敲门都不开 但是明明 就是窝子里面 就是亮着灯光 一来二去呢 警察就锁定这户人家 长行进入了这户人家 那么开门呢 是老头老太 神色非常的可疑 警察刚想坐下来 盘望的时候 就听一声 啊的一声 突然从后面传来 有一个男子 拿着斧子上来 就是要砍警察 幸好警察躲得快 然后就制服了那个人 这个疯子呢 叫做丁志峰 二十来岁 不管是年龄 身高 一级都很符合 嫌疑人特征 但是就在警察 要怀疑上的时候 突然呢 就是村里的干部 就赶紧冲过来说 搞错了搞错了 有误会 原来这个丁志峰呢 他是个精神病 他是个疯子 一个疯子 怎么会事后 还清理现场 还心思细腻的 戴个手套 就一个疯子 根本不可能 干到这些嘛 哎所有人都急红眼了 在这里的人 都舍不得回家 就是为了破这个案子 时间就这样过去 上头给下压力 最终迫不得已 专案组被解散了 人员被调用去 解决更疾难的案件 吃散伙饭的时候 每个人都透露了 一种不甘心啊 而大家喝酒的时候呢 于法医依旧 滴酒未沾 而时间就这样 一晃而过 到了13年后的今天 13年后的某一天 星际队的王队长 在看新闻的时候 吴依泽看到了一条消息 就是说 有人通过DNA比对 确定了一所 古代墓屑主人的身份 这就突然快想起 13年前的 这个北桥雅一的灭门案 当年因为技术条件有限 没有检测出 嫌疑人的信息 但现在一滴血 可以讲述的东西 太多了 当年专案组的几个成员 重新聚在一起 大家商量着 要再次开启这个案件 而这一次 接力棒传到了 刘八百手里 当年前辈们 他们探案重点是 地砖上面这些脚印 但是 我就是刘八百 不再执着于脚印 而是转向 在地砖上的 低落血痕 那么这种 低落血痕的意义在于 它最有可能是 嫌疑人的血 现场有脖落的痕迹 嫌疑人很有可能受了伤 而过去 只能测出血型 但现在 却可以靠这个技术 来锁定一个人 于是 刘八百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找到了 两滴低落型的痕迹 而在上面 测出了 两个男性的DNA 发现 其中一枚 是属于父亲的 另外一枚不是儿子 也就是说 另外一枚的DNA 是属于嫌疑人的 至此案件 就有了重大突破 靠这滴血 我们就有可能找到 嫌疑人在哪里 半年漫长 等待之后 突然有一天 刘八百早上就上班的时候 于法医金座跟他说 找到了 原来有个37岁男人 酒驾被拘 警察咽了他的血 发现他的 外染色体高度比对 所有人都不淡定 大家非常兴奋 保险起见 我们又加测到 40多个基因座 发现王亚斌和嫌疑人的 40多个基因座里 有一个是不同的 那也就是说 王亚斌 这个酒驾的人 他不是这个嫌疑人 但是 他很有可能跟这个嫌疑人 有着极近的复习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个嫌疑人很有可能也姓王 酒驾的王亚斌所住的地区 有600多个村民 其中姓王的呢 有100多家 于是警察就决定逐一排查 终于 大家发现了一个人 他的40多个基因座 与嫌疑人完全一致 13年了 这个人终于要露出水面了 这个人的名字 就叫做王亚强 他竟然也是个亚裔 很快 刘八百在审刑室里 见到了这个叫做王亚强的男人 小眼睛 阴勾比 一副不好惹的样子 抓捕之前呢 大家对这个王亚强 已经做过分析了 知道这个人呢 非常凶狠 一开始啊 他还骂马咧咧 大声喊说 你们抓错人了 但是直到痕迹检验人员 测了他的脚印 发现他的脚掌 跟现场遗留的那个脚的痕迹 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此外 还搬出了很多 强有力的证据 这个时候 这个王亚强 就沉默 沉默了半分钟之后 他竟然抬头说 我杀人了 什么时间杀的人 1999年腊月 五个晚上八人都 在什么地方杀人 在开发区北桥村 也还喝完整的 一户人家里 杀了四个人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和两小孩 为什么杀人 我想想猜 隔了13年的嫌疑人 突然就这么轻松的招了 杀人动机和杀人时间 完全混合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但是这里看似轻松 其实正酝酿了一场危机 这个王亚强 说他根本就不认识 被害人何利平 他还想抢钱 所以呢 就随机挑了这一架 他对所有的被害人 都是那么一两下 就结束了 但实际验尸结果 我们都知道 现场残念的多 凶手有问题 还有我刚才说的没说 果不其然 这个王亚强 没多久就翻供 他说 这事不是他一个人干的 他呢 还有个同伙 叫做周大海 这个周大海呢 25岁 身高175 他说他跟这个周大海呢 是在一个饭馆认识的 没多久 这个周大海就联系他说 想不想干票大的 赚米钱 周大海就跟他说 工具你不用管 我都有 对象呢 我有物色好了 你尽管跟着我去就是 所以案发那一天 周大海拿了一个大袋子 里面是一个匕首 还有一个斧头 在这个行创的过程当中 王亚强始终 跟这个尸体 保持一段距离 也就是说 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放风的 没有接触过这些事情 在周大海 两个人呢就在屋里搜钱 一共呢拿了5000块钱 然后呢就分手了 他的这一次新的供述 就是一个重磅炸弹 把之前的那一些呢 全都推翻重来 对于呢就有老法医 就跟于法医说 你看吧老于 我就说当时不止一个人 我就说有两个人吧 那么警察就犯了难了 立刻根据他的供述啊 去找这个叫周大海的人 排查了800多个人 就是没有找到 他嘴里的这个周大海 于是班人员很快招揽了 两个非常知名的测谎专家 再次对这个王亚强 进行审讯和测谎 这一次测下来 结论是 王亚强是个天生撒谎者 而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整个犯案过程 王亚强呢 天生就觉得自己人生不顺 大概是1994年左右 有人就说啊 牙医这一行啊 成本低好赚钱来钱快 所以他就跟表哥学了做牙医 然后就开启了诊所 但是呢附近呢 还有两家牙医 所以呢他就想去排挤人家 警察找到了 当时被他排挤走的两个医生 分别是宋医生和林医生 这个宋医生就说啊 当时这个王亚强 可不可以是心狠手了 怎么说呢 为了把他排挤走啊 不停砸他的车 还找流氓骚扰他 就想尽一切办法 就是要把他搞走 宋医生不堪其扰 终于搬离另外一个地方 那么就剩下林医生了 这个王亚强呢 就软硬揭示 有一天这个林医生呢 去及时赶急的时候 王亚强就说 你再敢来 我就杀你全家 反正我已经杀了一家 也不差你一个人 最终这个林医生没办法 也被排挤走 好不容易把两个队甲 给排挤走了 但是生意却没好起来 王亚强左想右想 想不明白 有一次呢 就无意中听别人说 哎 在新开发去北桥那儿 有一个医生叫何力兵 治牙治的可好了 又便宜技术就好 所以啊 这里附近的人 就算远 都要跑去北桥去看牙 这样一来 这王亚强可不乐意 我好不容易搞走了竞争对手 反倒给你掌了神医 所以至此 他就恨上了 从来没有见过命的何力兵 他决定 把他给铲除掉 他觉得这个何力兵啊 生意这么好 一定很有钱 所以呢 1999年 蜡月这一天 他趁着怀孕老婆 怀孕娘家 决定动手了 他做了精心准备 首先呢 搞完水果刀跟斧头 然后他还制作了一双 独一无二鞋子 左脚跟右脚的脚印不一样 企图制造两人作案的 一个假象 就是这双鞋 引发了在专案组内部 长达十年的讨论 这天晚上七点多 他来到了何力兵的家 他听到里面有牙具打磨的声音 他的这个声音再也熟悉不过 打磨牙具的声音 肯定是何力兵所在的房间 所以他就去了旁边另外一个房间 一进门呢 就见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 而这个人就是何力兵的妻子 上去就恶狠狠地说 把钱拿出来 中年妇女刚样反抗 于是 他就一斧头扔了上去 女人像喝醉的酒 身子有点晃 王阳强又连续劈卡到五楼下 女人倒在地上 最终也没能喊出一句话 就在这时 一个女孩的哭声传入了他的耳朵里面 他顺着声音进屋看 发现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啊 在床边 惊恐地看着他 王阳强毫不犹豫地把小女孩一杀了 很快 他又听到门外传来两个小男孩告别的声音 原来是王阳强放学的儿子正回来 儿子一进到院子就看到陌生人 于是王阳强立刻对男孩动手 就那么两三下 男孩很快就没有了声音 在王阳强杀死三个人的过程当中 何力兵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工作里 打磨牙具的噪音盖过了打斗声和叫喊声 而在这个时候呢 王阳强没有立刻逃走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等何力兵打磨完牙具之后 自己出来 搞偷袭 因为何力兵是个成年男子 力气肯定很大 所以只有搞偷袭 他比较有胜算 所以他就耐心地躲在门后 这就是为什么门后藏下了那个脚印 等待的时间很漫长 一分一秒都觉得非常难熬 终于院子里打磨牙具的声音停止了 然后何力兵走出了自己的工作室 来到了院子看到都是血 于是他下意识立刻拿过了扳手 他一转身就迎来了王阳强 当头一吻 没想到这个斧子 劈岔了 本来要劈在他脑上 突然就劈到肩膀上了 骨头跟饼的分岔了 那棍子呢就飞到了 院子里那个污水桶里 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那个棍子 两个男人一阵撕打 但是一开始何力兵已经中了一刀了 所以那气渐渐变小 就在何力兵不能动的时候 王阳强发现墙角还有一些自来水管 于是就拿这个铁管砸掉了他 最后一口气 然后凶手王阳强歇了一会儿 在屋子里面翻找财物 找到两千多块钱 杀了一家人 只拿到两千多块钱 王阳强的生活呢并没有改变 他的孩子也出生了 孩子刚出生那几年 王阳强频频从噩梦中惊喜 因为被噩梦困扰 他的脾气就变得阴晴不定 而且他一直不敢喝酒 就怕酒后吐真言 把自己干的事情跟别人说了 但是事隔13年 案子终于破了 开进宫会的这一天啊 于法医终于喝上酒了 许久没有碰过酒的于法医 只要有人来敬酒啊 来者不拒 那酒量看得刘八百胆战心惊 刘八百觉得仿佛这13年来 于法医所有的不肝和压抑 都从这一次次干杯当中 得到了释放 郑阳或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2016年冬天 王阳强被依法执行死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